十方法界透过电视红法 也希望能够帮助大众建立准职建 在这场瘟疫中 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庄严室的住持会冲法师 特地前往十方法界卫视 与董事长黄立淑 来讨论这场瘟疫如何用法布施 让每个人都能够在家中 听闻佛法去除恐惧 佛经里面讲的数字 不见得是真的是数字 比方说五百 佛经里面讲的很多五百五百 事实上五百是什么 五百叫很多很多 比方说我们说做妻 做佛事做妻 妻不是一二三十五六七 妻是代表严满的意思 所以佛经讲人平均三十岁的时候 可能就是现在的六十岁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有这个传染病的出现了 这个小山灾已经开始出现了 就各位就要小心了 那接着下来就是人会饥饿 也会饥饿会死了很多人 最后这个世界的 这个刀兵截 也许这世界就真的世界末日了 山灾有大小之分 大山灾就是火灾 水灾 风灾 小山灾就是刀兵灾 饥饿 瘟疫灾 一个大灾之中 分成住坏空 四个中节 每个中节有二十个小节 每个住节之简节到后期 就会发生三小灾的现象 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